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 我们前几节课 大家一起探讨深入论语当中 有关父子之道 尤其是怎么行效 那我们引的句子 从养父母之身 到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那今天我们谈养父母之慧 因为父母也在修身修行 父母也不是说入了圣人的境界 所以弟子规当中有说到 轻有过 见死根 那这个就是互念父母 让父母能知过 能改过来 他也能不断的提升 尤其我们已经知道 有轮回的真相了 六道轮回 我们为人子 不忍心 在看父母 继续 轮回之苦 所以 父母离成垢 这个成垢就只六道轮回 直到方成就 我们为人子 的一个本分 那要定在帮父母 能够了脱生死轮回 那要了脱生死轮回 那就 不能再造 轮回的业了 尤其不能再造恶业了 所以有的话 我们要善巧的 柔软的 提醒父母 所以态度是 一无色 柔无身 和言悦色的提香 见不入 这个劝见不能接受 越复见 这个月 就代表 懂得观察 时机 父母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在劝 那这个代表 我们能体会到父母的状态 父母现在是高兴 还是欢喜 这个我们体会得到 甚至于在劝的过程 也要随时能感觉 也要随时能感觉 父母的接受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 要举的 论语的例子 我们看一下 165页 论语讲要 提到了 是父母 基建 这个基 是维也 很细维之处 人之过 在机为发动之时 易于改正 故 为人 职责 见父母之过 于 违起时 即当 见之 不是 形成 大过 我们 我们用 生病 来比喻 有一点病灶了 就要懂得 治疗了 不能等病很严重了 才来治 那病是身体的问题了 过呢 过是 我们心的问题了 修养的问题了 这个过 才刚刚 就像萌芽一样 刚有一点 征兆了 就要懂得劝了 不能促成大过了 那就有点 为死已晚了 那这里也代表 我们 为人子女 也要很有智慧 观察事情很敏锐 能防伪杜见 洞察极先 判断 这个苗头有点不对了 要及时来提醒了 这个也是我们为人子的本分 所以一般会说 传统文化有余孝 那我想他可能没读过地子规 甚至也没有读过孝经 也没读过论语 那读过的话应该不会这么讲话了 孝经提到了 这个富有正直 折身不限于不义 有懂得劝谏 他的孩子 他就不会限到 做出不义的行为了 甚至违法的行为了 所以故当不义 则正知 父母有过世的时候 要劝谏 所以从父之令 又应得为孝夫 凡是任何情况都听父母的 那这样不算笑了 父母错的时候 你不能听他的 反而还要劝谏了 那这个是 是父母 积谏 那这一句再延伸开来 劝父母要积谏了 劝家人 朋友 哪怕是领导 应该也要基建 我们想想 我们看自己的过 能不容易 心太浮躁了 每天写日记 好像没什么过失了 那心浮躁啊 看自己不容易看清楚 看别人也是初心大意 甚至 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自己还 都没察觉 这心太粗了 主要还是心要静 所以古人提醒我们 唯学第一功夫 要想得浮躁之气定 心没有定下来 思维 混乱 想不清楚 想不明白 心没有定下来 观察事情 也很困难 古人这个提醒 我们要重视起来 唯学第一功夫 第一呢 当下我们就要下这个功夫 要把浮躁之气 降浮掉 在什么时候调浮 一举手一投足 观察自己有没有浮躁 吃饭走路 讲话 都要观照 全修在性 什么时候是修行 一切始一切处 都在修这一颗心 掌握了这个基建 劝见父母 若见父母之志 不从其见 感觉到父母当下 不是很接受了 我们刚刚提到 你随时要能感受到 父母的状态 包含劝别人也是 不能硬劝 到时候适得去反 你看那个心都很罗软 越 观察到父母现在心情不错 掌握这个时机了 当然这个时机 父母心情好 这是一个角度 论语当中提醒我们 信而后见 就是我们要劝对方 对方要够信任我们 甚至还要加一个 信福 对我们福气 是吧 我们有常常举到这个大学的句子来 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无诸己是我没有这个缺点 然后我去护念 提醒他改过来 我提醒 脾气别这么大 会上身 首先我讲这个话的时候 那我铁定 在他心中 他觉得我脾气挺好的 假如他觉得我的脾气比他还大 你说我劝这个 效果怎么样 人家心里就抵触了 你还教我 所以古人 老儿上常说 我们古人是通达人性 人情势力很通达 所以劝的先决条件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所作所为 让人家非常信任福气 所以最近也跟大家有提过 菩萨是德 你任何的因缘 你都可以掌握这四个原则 去处理事情 保证可以处理 可以改善 那当然 我们举 这些教会的目的 其中有一个 就是传统文化管用 老儿上说的 不管用 学它干什么 真的传统文化 大用无方 很好用的 我们能掌握它的原理原则 可以活学 活用 这个菩萨士德当中 你要比方说我们现在劝父母 也是在菩萨士德里面 随缘 抓住父母高兴的时候 这就是谁比较成熟的缘 妙用 妙在哪里 妙在内 不能对父母有控制要求 那个控制的心态起来了 那个话里就有那个味道出来了 心一如 一个人的言行是由他的心发出来了 当我们这个言语有控制 对方不舒服 尤其父母 他大我们一辈 看我们长大了 我们那个语气有控制 他们就不舒服了 所以孝制配了一个德行叫顺 要懂得柔顺 不能顶撞 不能忤逆 甚至于还要顺老人家的心意 我们好像昨天 跟大家有提到 老人年纪大了 有时候 会像小孩一样的心情 当然有点反谱贵真 老人像小孩一样 那这个我们理解他的状态了 所以在迅俗仪归里面 又讲到了 高年之人 年龄很大了 做事 有如 应如 像婴孩 小朋友一样 洗得钱财为利 有时候 给老人家包个红包 很高兴 洗受饮食 果实 小会 每天带点他喜欢吃的东西 洗雨 海蛾 玩霞 他喜欢给小朋友 我们说寒乙弄孙 讲到这里 我也想到自己父亲 我们小时候 父亲非常有威眼 他老人家在我们都不敢 造次 有时候稍微有点过分 这个父亲就乖了 都不用讲话了 可是后来我不经意 在父亲当外公的时候 我突然在家里面看到 他在逗外孙 这个景象是我以前没见过 所以留了蛮深的印象 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个体会 就是 这个当父亲跟当孙子 当父亲跟当 外公爷爷的 姻缘不同 当父亲那得要严父 不然这个孩子 骑到头上就不行了 现在是外公了 这个慈祥一点 责任没那么重了 我当时说是感动的 原来父亲那个威眼是为我威眼的 为了成就我 威眼的 所以这里提到 习与海鹅玩侠 所以为子弟者 我们为人子女的人 能支持 知道老人的性情有点像小孩了 然后要顺势其意 要懂得顺他 他不能接受了 哪怕他有点闹情绪 不能接受 你也不要抢堵他 有时候一堵 他憋住了 几天很不高兴 会伤他的身体 那我们都能考虑到 折尽其欢宜 那可能我们跟父母相处 就让他常常都觉得挺高兴的 好 你看我们年轻地壮 一口气 咽不下去 虽然 呼吸都会受影响 是吧 还得深呼吸调整调整 更何况老人身体机能就更不好 那更要懂得柔软 所以我们看 这个菩萨仕德 第一个随缘妙用 妙在我们没有控制要求 妙在我们没有情绪 你看见智不从 父母不接受 我们也不会不欢喜 又敬不韦 还是很恭敬 这样才妙子起来 不然每一次劝父母到最后都 闹得很不愉快 明明动机很好 怎么都搞成这样 所以我们在劝父母的时候 也是在修行 就是道场 看我们够不够柔软 够不够柔顺 够不够体恤父母 这是自受用 自己在孝顺父母过程当中 耐性 这个细心 柔和练出来了 所以我们跟人相处的问题 很可能源头在跟父母相处 在家里面 父母都是听你的了 你出来外面还能顺别人 所以了凡世俊 有一段话很有哲理 这个了凡世俊 你越学 越觉得了凡生生 不是普通人 那个理能开透到这个程度 那个不是通达的人 我感觉办不到 他也是自在往生极乐世界了 而且他不只他往生极乐世界 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 都是 所以他这个了凡世俊 虽然是了凡先生写的 他们家几代人的修养 那真的堪为表率 那 亚凡先生其中有一段讲到了 敬重尊长 家之父兄 家里的父母 兄姐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国家团体里面的 国君 领导者 而且举凡年高 年龄比我们高 德高 德行比我们高 位高 位子比我们高 还有一个 世高 他人生的阅历见识高 这个我们都要尊重 皆当家义奉世 接着说到了 在家则侍奉父母 你看 人 他踏出社会 他首先是在家庭里成长了 他在侍奉自己父母的过程 深爱 宛容 你看用的词 用的很好 深爱 深深爱着父母 念着父母的恩德 宛容 这表情很柔和 委婉 柔身下气 对父母讲话 很柔和 姿态都很低 很恭敬 我们前面 也有举的例子 当媳妇的 劝自己的婆婆 怎么劝呢 跪下来 这个态度 父母都感受在心 所以柔身下气 行以诚信 养成这个态度 就是和气隔天之本 你这种态度 会感动人 自诚感通 这个态度会得佛菩萨祖先加持 这个态度也容易让父母 让你劝的人接受 好 所以这个随缘妙用 你看 了凡先生这一段话 我们就在侍奉父母过程当中 自己的修养就在往上提升 这是不是自受用 那劝父母呢 护虐好父母 这他受用 所以这个妙用 用在治他 都得利益了 假如我们动气了 那治他都没得利益 最后啊 双方都很生气了 最后都火烧功德领了 这就不妙了 第二个是 威夷助持有责得 那代表又有身教啊 有责就是以身作者 所以做之君 做之轻 做之师 我们当儿女的也要做军情师 那个精神 所以我们看脑上这些法语 不能拙在这个文字的表象 做之轻 那是父母轻 我现在是孩子 这个理解就不圆容了 是这三个精神 在我们任何一个角色 你只要做到了 你的真诚就现前 会感动对方 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个工人到了美国 做的都是最基层的 做人家的庸人 丁隆 但是他军情师啊 他做到了 结果感动他的老板 最后帮助他 成立了美国第一所 中文系 哥伦比亚大写中文系 就是他设立的 真的很感动 感动人 那我们看这个佛法的 这每个词啊 都不能乱划过去啊 随缘妙用 无方德 无方 没有固定的方法 看因缘 看人 因才施教 没有固定的方法 没有固定的方锁 地点 这个都没有固定的 甚至连形象都不一定有固定 是吧 形象 慈眉善目是一个像 怒目金刚也是一个像 但是呢 都是慈悲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无方 得看情况 看着办 你这个怒目金刚一呈现 把对方敲醒 那这个 这个就是妙了 有些人学到像上去 很仁慈 最后变相怨了 这也不对了 甚至于很仁慈 人家借由你的仁慈 干坏事了 宽厚 宽厚者 不能人家仗着你的仁慈 得寸净持 这个就不好了 所以我以前成长过程 人家都叫我烂好人 但慢慢觉得不妥 会造成流弊了 所以现在也要懂得卑制双运 要有智慧 不能只有慈悲 到时候还让人家钻落洞了 这样不好 所以最近在修这一点 一切皆考验 得知道最近在考什么 不过我觉得我在调整的过程 感觉还是不容易 觉得最近出现两条线 以前没有出现 所以修行人家常常照自己的脸 相有心深 这个相有心深 这个心会反映自己的状况 一照 我的嘴角都往下 最近可能说情绪影响比较大 都可以照了 所以佛经与生 你看一个菩萨四德当中 一德里面 那么多的哲理 在里面 那个威仪 威仪两个字就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是教孩子呢 什么时候是正极化人呢 随时 你一举一动都是威仪 我们说要幽默 但是不要乱开玩笑了 这个话啪就出去了 三思而后想 想都没想 这嘴巴太快了 也都没有注意到 小孩都在旁边 甚至于讲一些话 把小孩子都听不懂 搞了人家 小孩的脑子都被我们大人的言语都搞乱掉了 这个都是顺自己的性 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佛法的修学在哪 在每一个当下放下我执 体恤 体恤他人 愚租众生 示弱自己 你看 住 持 持是保持 住是能安住 有责 有责得 有责以身做责 柔和 直直 设身 得 柔和 直直 就 真诚 执行 真诚 设身 设受众生 我们的言语可以设受众生 设身就想到试设法 你要布施 结善缘 多布施的 人家看到你就高兴了 你讲的话容易接受 因为布施本身也是传递一份 爱 敬 有时候 闹点不愉快 在所难免 舌头跟牙齿不小心都会咬到了 亲戚朋友常常相处 难免 那有点小摩擦了 不要让他发酵 赶紧试试送点东西就化掉了 发个短信关心关心他 可能就化掉了 或者不愉快 主动去讲开了 或者主动去道歉 不要让不愉快 在那发酵 扩展 我们刚刚说基建了 就有点征兆了 就要察觉到了 不要让他做大 最后 最后普代众生受苦的 这个就是很有耐性 去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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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不入月复建 很有耐性 建制不从 又静不为 劳而不愿 这个劳而不愿 就是 带众生苦 带众生苦 首先要带 父母苦 要护念父母 哪怕 劝一次两次 一个月两个月 在所不辞 好 那这菩萨士德 你现在所面临的任何问题 你只要掌握这四个原则 去处理它 它一定好 往好的方向走 假如大家处理 朝着这四个方向 没得到好的效果 请把它写下来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我们看这个讲要 提到了 若见父母之志 不从其见 则又尊敬 而不为其 见劝之初衷 这个为 在讲要当中 是提醒我们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这一句话 大到为国家社会 小到 为父母 为家人朋友 你为他好 这个初心不能变 不能看对方不接受了 我们就有点恼火了 在变心了 我们不要做一个变心的人 要用真心 真就是不变 那这个为 我们再延伸一下 就刚刚提到的 年纪大了 老人 性情有点像小孩了 这个时候 你不要违逆他的意 要懂得顺一顺 然而 屡见不从 甚至受父母之怒斥 父母不理解 甚至还骂我们 亦不辞劳苦 就是劳 而不怨 就不怨父母 还是见之不已 亦有机会 还是很有耐心的劝 然后再见不露 岳父见 豪气水 哪怕父母 骂我们 甚至还打我们 都没有怨言 他无怨 这里呢 又提到 或 这个劳字 劳者 忧也 就是劝父母 父母没接受 见而不露 深恐父母 足成大过 乃忧之 而不怨 就担忧父母 会出成大错 你看这个存心 他不怕劳苦 这是担忧父母的心 好 好 所以这个 讲药呢 对于这个劳字呢 这个两个义 并存 都挺有义趣的 好 这个是我们讲到 养父母之会 好 举的一个例子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进入了 第二个 论语中的 五轮之道 就是 师生 关系 好 那这包含了 为师之道 为学 为学生之道 而这一个轮场 没有列在五轮 为什么没列五轮呢 因为啊 这个关系呢 跟五轮呢 几个关系都蛮相近的 首先是 向父子 师徒如父子 再来 有时候这个互动关系啊 又向兄长 对弟弟 劝勉他 爱护他 有时候有点像朋友 所以以前的老师啊 自称有身 朋友的有 而且你看 以前当老师的人 多谦虚啊 有身啊 自己还称身啊 学生的身啊 但 传统呢 老师离去的是 心伤三年 跟 守父母的伤 一样的 时间 好 我们先看了 唯师之道 第一呢 这个老师 这个角色的意义啊 成传道统 我们读诗说 韩玉先生也说 诗者所以传道 首先这个道统 要传 成德在 海外 东南亚 欧美地区 见了不少 华人 也会跟他们 谈到呢 老和尚强调的一句话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教育是文化的生机呀 那这个话很有分量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那一个人没有承传他的文化 那他没灵魂 会变形狮走漏 尤其现在外在 这个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 很强 这个风气很厉害 一个老和尚说的 现在人归恶狼神馆 二郎神 财狼 都被钱财 给诱惑了 你说来我们来学做人 可能没几个年轻人来学了 来我们来 很快能赚到钱 哇一堆人来 财狼 再来 色狼 这个男女之欲啊 现在礼教缺乏 好像溃体一样 要不受这个影响啊 哇那他德行的根基 得要先立足才行 不然挺难的 那我们都遇过 读了很多年了 传统文化的书 一到国外读书了 哇那退得很厉害了 那还没有立足啊 那外面财色名利 诱惑太大了 所以就跟他们谈到啊 一定要让 这个在海外的 炎黄子孙呢 一定要好好学 中华文明 把这五千年的智慧啊 要接续下来 不然都是利欲熏星了 真的是行尸走路了 这样我们对不起他啊 为什么 人生难得了 中土难生了 要当中华儿女不简单了 那是他的福报啊 结果来了 结果来了 你没把文化给他 还让他染上这世间的财色名利了 那有诗啊 为人父母之道了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堕了 所以我们修学之人 首先我们得敦伦敬奋 敬好本分 当然我们在海外 难度一定是比较高的 但是不能因为难度高不做啊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而且李炳南老师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所以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感觉啊 李老师 老和尚啊 他们这些教诲啊 都跟礼记学记非常相应啊 给我们很好的心理建设 这个叫敬于未发之未欲 我们还没有遇到困难 他们就给我们心理建设了 我们培养了一个很好的心态 困难来了 欢迎欢迎 去面对它 其实外面的境界呀 是障碍不了我们 大家相信吗 外面的境界障碍不了我们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应该就能体会了 人辱先人遇到歌利王 遇到暴君呢 他是修行人呢 那歌利王要割他的肉呢 肢结他的身体啊 会不会障碍他的修行 不只没障碍哦 变成他的逆增上缘 让他更快速提升 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假如体会到了 那我们就不把责任推到境界上去 就不会退缩了 哪怕在我这一代不能看到成果 我都觉得无憾 因为百年数人啊 但是我很清楚该这么做 我现在这一代 不是看到开花结果 我这代是做铺路石啊 那做铺路石可以做成第一的铺路石也挺好的 没有说开花结果才第一嘛 铺路石也有第一的嘛 不得让后面的人走了 不会扎到脚了 哦 可以清出于蓝了 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还强了 哦 所以 不能退缩啊 常常想到无量寿经说的 人有志心求道 精静不止 会当克国 何愿不得 好 所以我们海外的同胞们 我们在异国他乡啊 我们更要有 这个警觉性 更要有承担 啊 怎么把中华文明啊 继续在 后代的子孙当中 传承 好 而且 假如以世界来看呢 现在要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啊 那古文明只剩中华文明了 得靠中华文明智慧的 发扬 才有办法把这个世界再调整到 回到 安定 正确的轨迹上面来了 啊 所以老话上是说啊 我们身为中国人 炎花子孙呢 就是要救这个世界的 啊 不知命啊 不以为君子啊 我们要知天命啊 啊 见义勇为啊 啊 总不能看到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啊 继续乱下去 好 而且我们 我们这个单元是谈 为师之道 为学之道啊 那为学 我们到底学什么 我们学的是大学之道啊 是要学修题制品啊 是要学修题制品啊 学了就得用啊 不能当知识的 就把它用出来了 好 那 韩玉先生说的传道 这个道统要承传下去 这是老师的责任 啊 啊 昨天遇到 啊 一个 女士 啊 她也在 国内啊 教书 教了好几年 啊 现在到加拿大来了 她还读了加拿大 啊 这个幼儿方面的 这个 这个 学分 拿到学位了 她说她 教书的过程 她就觉得教孩子只教知识啊 她自己的良心过不去 这都很有良知的 同道啊 同仁啊 啊 授业 解惑 啊 授业 教导她 啊 怎么经营 啊 学业 事业 家业 都要教她 啊 啊 老师的考虑 应该是 哎 她 一生要幸福 要有成就 要有贡献 她需要哪些 做人做事的能力 哎 考虑的很远啊 考虑她的一生 甚至考虑啊 不止她一生的幸福 考虑她生生世世的幸福 哦 哦 那就会考虑她 怎么帮助她出轮回了 出了轮回那就 离苦了 哎 能够让她往生极乐世界去成佛了 这个都是授业 解惑 解学生的疑惑 哦 哦 那 父母啊也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 哦 所以这个传道受益解惑啊 当父母也是如此 哦 哦 那我们要解她的祸 啊 我们自己人生有没有疑惑 啊 还有没有想不明白的 问题 哦 啊 啊 那假如我还一堆疑迷 迷惑 怎么去帮她解惑呢 啊 所以当父母老师啊 有这种 爱心责任啊 哇 那她学习就不用人家推了 啊 我早一天有智慧 我的孩子 我的学生 就得利益了 好 所以我们学习假如啊 常常容易懈怠啊 我们的责任心不够 哎 这个是我们要反观到的 好 那我们 这个 来看呢 论语当中啊 有 两句啊 都可以彰显了 啊 为人师啊 要沉传道统 好 我们看 八义 第三啊 第二十四句啊 一封人 请献 一百三十七啊 好 我们先念一下经文啊 啊 一封人请献 曰 一封人请献 此之至至于师也 无未尝不得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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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天将以 天将以夫子为目夺 天将以夫子为目夺 我们看到 讲要题了 一封人呢 一封人呢 是一地之官 啊 这一这个地方的官员 此人呢 此人呢 或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人 啊 故未记载其姓名 啊 真人不露相啊 啊 而且很低调啊 他不 没有暴露姓名 啊 我们现在 常常是怕别人不知道 啊 看到这个经济 经济随文入关 啊 惭愧惭愧 心见我暴露他 啊 好 这个请 献啊 这个字念献 他来求见孔子啊 怕孔子的弟子啊 不肯引见 顾说啊 凡事啊 有道德的君子啊 到我一地 我未尝不得与之相见 每个我都能见到 啊 哎 他为什么讲这句话 啊 因为啊 他看到呢 孔子的学生挡架 嗯 他妈 你看他的言语进退 挺不简单的 啊 你看尤其他一开始就讲了啊 君子是智于师也啊 你看这个是赞叹孔子是 圣贤君子 是吧 啊 学生一听嗯 这个人挺尊重我老师的啊 啊 再来他本身是官员啊 他说 有道德学问的人来这里 没有一个我没见到的 啊 啊 你看学生一听不敢打他的架了 是吧 啊 所以 重者 献之 啊 就是这个 重者就是跟随孔子的这些弟子 啊 听到 啊 这个疯人 啊 如此求见后啊 便引疯人呢 见了孔子 啊 那跟孔子谈了什么呢 啊 没有记载了 啊 这个也不好对外说 啊 出曰 二三子何患于三乎 啊 啊 这个二三子呢 是这个 这个 这个疑封人呢 称呼孔子的 啊 诸位弟子 啊 啊 封人见过孔子啊 啊 他要告辞了 辞初始 對孔子的弟子们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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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忍者啊 啊 不要忧患啊 啊 何患于三 这个字呢 有两个读音 一个读去生是善 就善失了 之意 一个读平生 善 善亡了 哦 读音不同啊 意思就不一样了 好 那孔安国 诸道了 言何患于夫子圣德之将伤亡也 好 所以孔著啊 他所彰显的义礼啊 就是 天之 江山 诗文 的这个山 这山王 就是这个 诗文的这个文就是指我们的文化道统 好 这是孔子啊 另外一段话 这个也是我们待会要举的句子啊 好 所以孔子是知道啊 他的天命就是来承传道统的 好 好 因为孔子在鲁国啊 辞了官位了 辞了大师寇啊 兼 宰相了 都辞掉了 为了 就是要承传道统 推行周礼 所以周游列果啊 宣传圣人之道 啊 祖树遥顺 献章文武 结果呢 没有人用他 无人能用啊 好像天之江山斯文 但是 疯人认为啊 圣人之道不会伤亡 故说何必 忧患 不要担忧 哦 这个人也是很有见地的哦 静一部他强调了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啊 天将以夫子为目睹 孔安果注的是 天下之无道已久矣啊 但是 急衰也就必胜了 胜急必衰 衰急的又会再 兴盛起来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感受啊 现在 社会大众啊 普遍不安了 哎 人不安呢 可能他就会思考了 怎样改善呢 啊 越多人 希望改善 哦 那很可能这个 文化复兴的 力量啊 就会慢慢 凝聚起来了 越来越多人 不愿意做事不管啊 哦 就像我们看历史 你看唐朝 前面 啊 魏晋南北朝 水 这么长的时间都是动乱啊 到了唐朝 到十年 啊 你看贞观之志 很快的速度啊 就变成天克寒 就变成全世界的中心了 你看乱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了 十几年 就变成大唐盛世了 人心啊 希望好啊 哦 所以我们以这个历史啊 也是鼓舞我们自己啊 所以急衰必胜 这个目夺啊 啊 这个工具啊 啊 是施政教使所证 啊 这个官员呢 要去宣扬啊 国家现在的重要的政策啊 法案的时候啊 他拿一个 目斗 啊 言 天将命孔子制作法度 以号令于天下 哦 后世的人呢 一切 言行啊 折衷于夫子啊 以夫子为标准 你看温良公俭浪 啊 啊 这个是处世的 榜样 啊 哎 你一些义礼 不确定了 都依孔子的教会 为标准 好 那这个书经呢 印真篇 有说到了 啊 啊 每岁梦春 啊 这春天第一个月啊 啊 这个求人以目夺啊 寻余路 啊 啊 这个就是 管推行政令的官员呢 啊 这个寻就有 有那种 寻行啊 这个 我们 就是 寻辅那个寻呢 啊 就是到处呢 就把政令啊 公告给百姓 好 好 那因为这个夺啊 它是金属做的大铃子 好 铃子里面呢 可以摇动的铃蛇 但那个蛇子呢 是用木料做的 是木头 好 所以这个工具叫木朵 敲的应该很响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呢 就知道 哦 要出来 听政令了 有什么重要宣布了 好 所以这个疯人之意啊 就是天下不能永远无道 既然无道已久啊 既然无道已久啊 上天将以夫子为木朵 既由孔子以先王之道啊 来施教于天下 所以说这个疑风人眼光不凡哦 他看得很准啊 你看我们后世说 天不深重迷 万古如长叶 所以孔子真的达到施教于天下 我们冷静看看哪一个朝代的兴圣 离开了孔子的教委 再讲的细一点 哪一个家庭的幸福 甚至于哪一个人人生的幸福 离开了孔子的教委啊 不只是中国人呢 中华儿女呢 我还见过一个长老 他是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长老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呢 印象深刻啊 因为他是贵宾啊 到了卢江 我们当时候这个餐厅里那个桌子还挺大的啊 这个长老坐我正对面啊 坐下来这个菜都还没上齐呢 他给我问的第一句话 请问呢 你知不知道成菜绝粮啊 诸位忍者 现在在国内会遇到很多不同种族的人 是吧 你们要 然后 好好准备准备啊 到时候 有个南美洲的还是非洲 来呢 请问你知不知道成菜绝粮 哇 你答不出来 我当时候 一听这个问题 哇 背后冷汗直流啊 我脚都没搭出来 我可能会挖一个洞了 没好见他了 哎呀 当时我想幸好知道啊 不然这个下面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这个长老是很有学问的 啊 曾经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推荐一本书 啊 他们教育教育部啊 说哎 这个可不可以当教科书啊 拿给他审啊 他审了之后给联合国退回去了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一本书里面 连孔子的教会都没有提到 不合格 被推回去了 哦 所以在2009年 啊 我们在马来西亚 北方大学 啊 办了一个课程呢 参与的人好像有两千多人 啊 其中一堂课就是请这一位长老上来 啊 他就是谈孔子来 啊 啊 好 我们再不努力啊 啊 以后呢到非洲去学中华文化了啊 啊 啊 我这个叫 知此尽乎有啊 知此尽乎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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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孔子的教会啊 啊 这不只影响华人 啊 啊 啊 这功德太大了 这功德太大了 所以他的后代现在几百万人 啊 成传了2500多年不衰 而孔子 而孔子所遇到的年代是礼崩乐坏 我们现在更严重了 我们现在是礼乐都不懂啊 礼崩乐坏那还有礼乐的 我们现在连礼乐都不懂了 更危急了 啊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全心全意啊 来承转文化 哇 那就是5000年来第一等好事 这个功德非常大 这会影响 后世 多少地球人呢 不只是中国人 好 好 所以 我们学习经文呢 有一个态度啊 就是当机者的态度啊 诶 论语这句话讲给谁听的 讲给自己听的了 你有这个心呢 哪怕你没有这个缘呢 那有可能呢 你的孩子就会发扬光大了 或者你的学生就会发扬光大 为什么 因为你是全心全意的 这个真心会传给他们呢 啊 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 很多 读书人 在乱世的时候 他就是教书 你看 朱伯鲁自家格言 短短一篇教诲 太精辟了 你看我们熟悉的 你看我们熟悉的 黎明及其 灑草听处 要内外整洁 既婚便喜 官所门户 必轻至简典 这个都重要的家教啊 一粥一饭 当师来之不易 家喻户晓了 半师半侣 恒念物力为奸 于 未语而绸缪 五零可而绝井 哇 你看这些句子 都好熟悉了 你看精彩吧 对 对 祖宗虽远 既是不可不承认 子孙虽于 经书不可不读啊 俱家借贞颂 宋者忠凶 这个朱伯鲁先生呢 他道德学分非常好 但他处在乱世 他不愿意出来当官 但是他就积极的培养 学生 再过来的盛世 就有他的学生呢 是重要的 这些 国家社会的中间力量 好 所以成功不必在我 但是我们这一刻啊 一心为文化的心啊 要传下去 好 所以 学完这一句啊 我们 在老奥上说的 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我是说我啊 假如说你们的 都说你们生烦恼不好 把这脑害众生啊 所以请佛注赐 要先请自己 不是请别人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啊 只喊 第九 三百六十七页 好 这个很忏悔啊 因为今年 特别跟大家强调一句 身体法父母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笑之时也 自己这个 还有音乐配合 连这个 时钟啊 都很难过啊 倒下来了 孝道啊 要从这一句开始落实 结果我自己也生病了 我好像 上一次 上一次 课程啊 48月的时候 说不要跟我妈妈讲 结果有一个同修啊 把我讲课的资讯呢 就发给我母亲了 结果我母亲就现场听了 听到我说不要给我妈妈讲 后来呢 后来呢 我妈妈 就给这个同修说啊 不要跟我讲 因为她也生病了啊 那三年呢 新冠都 都没有养啊 最近养啊 结果我妈妈说 你不要给我 不要给陈敦法师讲啊 哈哈 因为昨天给她老人家打电话啊 两个人都曝光了啊 不过很巧 同一时间生病啊 好 所以你看这个父母都是 也随时都是怕我们 多操心啊 好 我们看这个 我先把这个经文来念一下啊 指位于框 也文往寂末 文不在知乎 天之降上诗文也 厚实者不得 语于诗文也 天之未伤 诗文也 匡人其辱于何 我们看一下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 经过匡地 结果被匡人呢 当地的人呢 围敬了五天 因为在这之前呢 鲁国的杨虎 曾经侵入 侵犯 匡臣 而且啊 施以暴虐 这个很残暴啊 虐待当地的人 所以匡人身为怨恨 孔子的相貌啊 孔子的相貌啊 与杨虎相似 更巧的是什么 当年呢 替杨虎 预车 驾车的人 就是孔子的弟子啊 颜柯 现在颜柯呢 刚好又为孔子 驾车到此了 就造成匡人呢 把孔子误以为是杨虎 顾与啊 为敬 那圣人呢 处于危险之境 不会畏惧 因为呢 孔子知道他有使命的 那当然呢 现在呢 这个贡业也是很强 但贡业中有别业 我们自身 而且很重要的 要告诉我们的子弟 遇到任何危难呢 要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泄脱 突然遇到危险呢 懂得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千处祈求千处硬 广大灵感 一定会解决我们的危难 这个是 刚好 这个危险之境 从小就让孩子懂得有观世音菩萨 他的心会很安定 好 所以这个子位 于匡这个位 不是当畏惧 所以就引了 这个位应该是居 把他居静起来了 有引了一些典故 我们这边就 不细讲 这也代表啊 离禀老 他自学非常严谨 他都有这些出处来判断 好 那孔子被匡人误为了 一时解释不清 情况呢 显恶 很危险 恶劣 便以天不上斯文的道理 安慰随行的弟子们 你看孔子是感受到 学生们心里可能有恐惧担忧了 这个是 当下以这个言语来安安学生的心 也是鼓舞大家 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干了 不会有危险了 我们佛门说都有佛菩萨护法神 护着呢 不要担心了 那周文王既成 遥顺与汤之道 后有五王周公 相续不绝 这相续也告诉我们了 你一代断了 就没了 那代表五千年了 传了几代了 所以你看老阿上拿到那个 他们徐氏家谱 老阿上很高兴 讲经的时候把徐氏家谱摆 摆在面前 然后说到了 从皇帝到我这一代 一百三十六代 感到很光荣啊 这个民主啊 很了不起啊 代代相传 文化都没有断 所以成先其后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不能断在我们这一代了 所以文王虽以逝世啊 但是载道之文化在之 文化还在啊 需要有人传啊 需由孔子传下去 哦 李记中庸篇说的 指曰文武之正 不在方策 哦 所以这些教诲啊 都有记载在经典当中啊 啊 那在之呢是孔子自卫啊 承担传递文化的责任 哦 哦 他是自我期许的 所以说啊 天如有意啊 灭除文化道统 嗯 则我 这后始者 嗯 便不得与之此文 哦 那然我既得与之了 哎 我有 成传到 中华文明了 可见呢 天意仁须保留文化 由我而传 假如上天是 是要把文化断了 那我就接触不到了 既然我接触到了 那代表上天呢 他不愿意中华文明断掉了 那我清楚啊 那我清楚啊 是靠我传了 好 然 虽然 虚有我传闻啊 匡人 岂奈我何啊 啊 这个匡人伤不了我的 好 哎 世上奖经的时候也有说呢 你一心一意啊 会正法久住 你哪怕没受命啊 都能延长寿命 哎 哎 这句话大家听过啊 哎 是不是呼应啊 孔子这一段话 哎 有危险可以化解 没受命啊 还可以严肃 看 师师长老人家就表演给我们看了 他命中只有45岁而已啊 他老人家活到96岁啊 啊 一般延长寿命啊 啊 延长12年 延长 啊 延长12年就不多见了 啊 延长24年可能还听过啊 翻倍的好像很少遇到了 哦 那你看老和尚当时候 遇到 这个甘诸活佛 当时候讲经多久了 12年了 哦 甘诸活佛说的 哎呀以前啊 我们都私底下说啊 啊 你很聪明啊 但是呢 每一幅报寿命短 啊 啊 啊 司长老人家说 你们不用私底下说 你直接跟我说啊 哎 这一段话也是在教我们啊 啊 不怕人家讲 啊 欢迎人家提想 啊 哎 但是 接着他说了 哇 你这12年弘法的功德很大了 你以后的福报很大很大啊 哎 老人家什么时候讲这一段啊 就是他老人家的影响力到了联合国了 他才想起 哎呀 张家 这个甘诸活佛说的很大很大 哦 你看这福报大到影响世界了 哦 好 哦 哦 所以这里 哦 提到了 哦 这个马龙说了 哦 如 于何者啊 就是 奈我何 就是 奈不了我了 所以天之位上斯文呢 所以我当传之 所以 匡人呢 欲奈我何 好 所以匡人不可能 能够违背上天呢 害得了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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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匡人何能胜天呢 所以圣人终于化险为夷 好 好 那我们看最后一段讲到了 孔子除了 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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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在成绝粮 啊 甚至于啊 为福 过颂国的时候啊 这司马还腿啊 也要杀害他 都遇到这些灾难 但都啊 转为 为安 所以学中华文化 有志于为文化的传递者啊 遇见恶劣的环境时 当学孔子的精神 生性啊 天 不伤诗文 对啊 现在整个世界就靠中华文明发光啦 哦 所以以道制认 哦 环境啊 自然随之转变 哦 所以 这个 有一句格言说到了 人以身认天下后世者啊 天不能绝啊 人造就人才者 天不能孤啊 不能让他孤独 其实这几句话都很有味道 就是代表啊 你只要自己定得住了 境界障碍不了自己 哦 哦 哦 所以佛门也说到了 一抱随着正抱转啊 你的心都保持在坚定的信念 那境界慢慢 那境界慢慢 你境界转不了你啊 境界就被 被你转了 哦 所以我们学传统文化 学什么 不被静转 能转静 啊 任言经说的 若能转 转悟啊 哲同如来 我们就是学这个功夫了 好 而啊 我们学的这两段啊 经文啊 啊 啊 我们现在把焦点 focus啊 首先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哎 我们这个家庭 要能沉传道同啊 这个家里面都有一个最关键的人 哦 那个枢纽啊 啊 比方说这个家首先学的那个人 他学好了 他们家就整个转动下来 假如他学不好 搞得家里的人说他迷了 家里的人就不敢往前进了 哦 所以 大家都很重要啊 啊 我观察了一下啊 大部分的人 都是家里的这个枢纽啊 现在卡住了 可能就是卡在我们身上了 哦 我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我有点啰嗦啊 哎呀 你看 这个检讨啊 检讨半天都是家里人 没善根 啊 都没有看到问题是我们自己 学的呢 让人家 误解了 啊 让人家不认可了 我们学的太拙向了 假如我们是真正呢 做人提升了 做事提升了 我相信不可能有一个亲戚朋友 反对 误解的了 我从来没有遇过 哪一个学传统话的人说 我们家里的人反对我做人进步 反对我做事进步 没有一个都没有 奇怪了 那为什么家里人不支持啊 我们没有在实质当中提升的做人做事啊 学佛就是 学佛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啊 不是学在相上啊 重视这种仪式啊 重视外在的修行的形式 然后又没有体恤到家里的人的感受 啊 比方说 你在那 每天念佛念两三个小时 家里人说都不过来帮忙 只在那里 嘴巴一直动 啊 甚至于让家里的人都很担心 哎呀我儿子会不会出家来 家里的经济都是靠他 啊 这个心都没有去感受感受了 好 确实太啰嗦了 好 今天啊就跟大家 一起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